翡翠恋人壮荡赵丽颖知否,网友,只怕郑爽会输得很惨。 想必很多人都看过《克拉恋人》这部剧,而这部剧让热巴走红,可以说这部剧是热巴的跳板,让热巴成功礼于月龙门。 而这部剧的后续之作《翡翠恋人》因为《克拉恋人》热度的缘故,在开拍之时,便有着很高的关注度。 《翡翠恋人》由郑爽与韩国男演员李中硕主演,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抗战时期,郑爽饰演的女神经最终锐变成女神, 然后与男主饰演的海龟总裁有着剪不断的感情故事。 单单从剧情上来看,是不是有一种当今霸道总裁剧情,穿越回过去的感觉啊? 在当初开拍之时,因为韩剧在国内大热,所以很多喜欢看韩剧的粉丝是特别期待。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这部剧刚刚好赶上了,现韩,最终就算已经拍摄完成,也没有机会播出。 而在近期,《翡翠恋人》总算是传出了定档消息。 对于这个消息,很多网友也同样热度不减。 不过这部剧,却又非常不巧地撞上了荡红小花赵丽颖的新剧《知否》。 《知否》这部剧由赵丽颖与冯少峰两人主演,讲述的是大家闺秀的故事。 而对于这部剧,网友也同样是期待了很久。并且网友对于这两部剧,还做出了评价。 网友表示,韩国男星当下已经让人有些反感,而且还是民国时期的戏码,这韩国男演员参演合适吗?而相比于网友对翡翠恋人的态度,对《知否》那就要好上很多了。 纷纷表示要支持《知否》。你会选择支持哪个呢?